大哥 你好 吃饭呐 请问是家的味道吗 是是是 找到了 请坐啊 哎呀 大哥大哥 坐这儿 这儿宽敞 来来来来来 老公啊 拿菜单 大哥衣服给我啊 好好谢谢 来来来来 坐 那个大哥您过目 这什么玩意儿 菜单啊 到家吃饭 还看菜单 做啥吃啥呗 大哥实在人 老公 行 做啥吃啥 做啥吃啥 哎呀 大哥你喝水啊 好好好 你这是从哪来的呀 从外地 刚看家的味道 我就进来了 来了 来来来来 做啥吃啥 西红柿炒鸡蛋 哎呀太好了 炒油了 这是您的面条 主食 这个小心啊 尝尝啊 小火锅可汤 小心老婆 哎呦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这是家的味道吗 嗯 是 这是饭店的味道 不都一个味儿吗 那你啥 热热去 这都是热的 再热热 大哥让你热你就热 哎 热热热热热 这叫什么事儿 热热 大哥 大哥 不喝口味是不是 没有没有 我们爹小 我知道 每个人吃饭吧 他都有 来了 这大哥爱吃回锅了 大哥热好了 您再尝尝 怎么样 再热热 再热热 让你热你就热那么多废话 好好好 再热再热 这大哥没毛病吧 小弟开多长时间了 刚开不久半年 老板娘 兼服务员 那小伙老板 兼大厨 省钱呢 是 来了 热两回了 油菜成了咸菜了 鸡蛋成了松花档了 这还能吃吗 这个 大哥您再尝尝吧 嗯 家的味道 老公 好好好 爱吃这口 他爱吃剩饭 就这么看着我 哦 你吃 我们不看了 不看不看 怎么能不看呢 看 看 看啥 那我们到底看还是不看呢 我到家了 吃饭 说话呀 说磕啊 你闹啥磕呀 对家常理短的事儿吧 你看 我就是咋了 明白了 老公啊 独包纸 包纸上磕洞 大哥 你吃着我跟你闹啊 我跟你闹 那个 是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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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读啊 本市新建五百座生态厕所 坑位分配 男百分之三十 你百分之七十 大大解决了 我是上厕所男的问题 太好了大哥 你不是你平时 你不知道啊 你平时上厕所太难了 还有别的新闻吗 你快拉倒吧 你还不容我呢 你吃饭了 说啥厕所 大哥 别生气 别生气啊 你吃了 吃面条就会脱了 你吃你吃 蚯蚓的食聊作用 这饭没法吃了 不是大哥 你看我们也不知道唠啥呀 对呀 你说 家常里短的话不会说吗 那你平常回家你说啥 你教我们 我们跟你学 就是 平常我一回家吧 我爸妈就问我 哎呀 你又瘦了 身体怎么样啊 工作忙不忙啊 工作忙不忙啊 多穿点 不就问这些吗 是是 你吃你吃 我俩琢磨琢磨啊 哎呀 你瘦了 哦 还那样 身体怎么样啊 挺好的 工作忙不忙啊 不忙 多穿点 我知道 哎呀 你瘦了 我知道 身体怎么样了 挺好的 工作忙不忙啊 不忙 多穿点 我知道 哎呀 我饭没法吃了 不是 大哥 是你了 别说话 别说话了 我想静静 啊 你想谁 我想静静 他叫静静 啊 我不是想他 我想安静 他姓安 安静你啊 别饿了你啊 快快快 咋了 我说这大哥一来就不是回事呢 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想你啊 他 他是来找你的吧 你们来 你闭嘴 我还没说你呢 你倒说上我了 我又怎么了 你说你要是有点别的本事 我们干点别的不行吗 我怎么没有本事啊 我在外面干的挺好的 就是你 非让我回家 非让我回家 回家干嘛啊 不就伺候你这一家老小吗 又知道说我没本事 我说话你现在敢顶嘴了是不是 来 来碗饭 去 吃完了 家的味道 你不知道 我一回家 我爸妈就像你们这么吵 炒的全是家常里短的事 哎呦那个饭吃的香啊 接着烧 老公 这大哥呀 他喜欢听我们吵架 你去乘饭去 回来咱接着烧 好好 那好什么好啊 他就不是来吃饭的 他来找事的 你 我不伺候了我还 你干啥家 买菜去 你 干啥去了 买菜去了 哦 乘晚饭 好好好 哎呀 大哥 你说 咱没得罪过你吧 啥意思 我们这个饭店吧 也刚开没多久 如果呢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 还请多担担 哦 你这啥意思 你们开饭店 我来吃饭 我有啥 不可能 不可能 啥不可能 大辈子 你别误会 我发现你长得像一个人 我是鬼呀 不是 你长得特别像我姥姥 你有那么老吗 你多大岁数 有六十 我也买菜去 给你开玩笑的 我不骗你 你虽然年轻漂亮 但是你的眼神 你的状态 特别像我姥姥 大哥你能不能不跟我开玩笑 我开啥玩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发誓 行行行 我相信你 姥姥现在身体好吧 咋了 大哥 咋说得好好的哭上了呢 大哥你别哭 大哥 你看这屋里就我们俩人 你说别人看见了 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 哎呀 大妹子 每逢佳节 背思青 是 好 就 这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后来呢 后来我姥儿病了以后我就喂她了 可是没喂几天 我姥姥就 大哥咱们是说好不哭的嘛 要不这么点 我接着给你姥姥 你来喂姥姥两口 真的吗 啊 谢谢啊 老啊 过年了 吃香香哦 吃饭饭 住手 啊 安静静啊 安静静啊 我说你变着法把我支走的 原来你们俩有一腿 有一腿有一腿 你成千说我有一腿 我哪那么多腿啊 我蜈蚣啊还是前串子啊 都要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我问你 为什么一进来就要吃剩菜剩饭 你是不是来找事呢 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呢 你什么态度啊 不过大哥 你这顺饭顺菜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这里面还有故事呢 没事来坐下来 接着落咱们 大兄弟来 让你坐 我那时候不是打工吗 我媳妇特别好 每天下午五点钟 就把饭菜做好了 等着我回家 我也没回去啊 那个饭菜是 热了凉 凉了热 热了凉了热 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 我老婆都趴在案板上睡着了 我吃着我老婆 给我留的剩饭剩菜 哎呀那个香 那才是家的味道 大兄弟 剩饭剩菜我吃习惯了 对不起啊 大哥 你啥也别说了 我全明白了 你跟嫂子现在好不 现在好了 我当上了小老板了 老婆也跟我过上好日子了 但是 还没有以前的好玩呢 这不是过年也回不了家 你看看 又来看看我这些合作伙伴 你说现在 我吃啥吃不了 啊 让谁来陪 陪不了 但是没有家的味道 是 刚才我的司机带着我路过 我一看家的味道 我就进来了 没想到还真吃着 谢谢啊 哦对了多少钱 那我算算啊 我问问我媳妇 媳妇 这个是老板 你看你那个样 你回家吃饭掏钱呢 大哥 收起来 哎呦妈呀 白忙活了 白忙活了 绝对不让你白忙活啊 兄弟 待会儿啊 我就让我的那些合作伙伴 一块到你家来 好好搓一顿 好好过个年 不行 不行不行 人太多没准备 准备啥呀 吃的就是家的味道 对 家的味道 过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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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